作词 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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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 李宗盛 生命电视台 呼吁保护一切生命 救度一切生命 是终生你哭得了 若是佛法的大慈大悲 世间佛陀的独生奔怀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般若讲座 海涛法师般若讲座 海涛法师般若描去 海涛法师般若描去 好,大家阿彌陀佛 我想,這個時間我們來 各位發問問題,好不好? 有問題的話 所以現在先大家自由 可以舉手發問 來吧 法師,你好 兩年前我曾經參加過您的法會 然後今天很高興有機會能夠再見到您 就是曾經我對於這個世間有一些追求 比方說想要好的工作 想要好的薪水 想要好的結婚對象 想要高學歷等等 但是就是我為了這些目標也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那當這些目標很多都一一的成真了之後 我發現其實就是我的生活跟我的心情 就是其實不像我當初想的那麼快樂 對,然後其實有時候是覺得內心很空虛很煎熬 然後覺得這個世間一切都是 就是如果對外界的這個情境是有所寄託的話 然後常常都是非常失望的 因為事實都是不斷在變化的嘛 所以現在覺得自己的心情有很大的變化 就是對於世間的幾乎一切的事情都不再有任何追求 然後也沒有任何執著 就是名利啊或是感情、婚姻等等 這些就是都沒有辦法讓我覺得有興趣或是覺得開心 就別人認為覺得做了很快樂的事情 那也沒有辦法讓我覺得快樂 就是現在只想做一些能夠利益大眾的事情 就很嚮往像法師這樣子的大德 能夠就紅髮立身 用你的智慧去幫助很多的人 那我也就是覺得好像現在只有這樣的事情 能夠讓我感到有興趣 那以前我曾經看過聖言法師的視頻 然後他說如果你是因為工作不順利 然後找不到結婚對象那千萬不要出家 但是我覺得我的狀態並不是這個樣子 就是已經對於世事看得很透 就是沒有任何的執著 那我想請問海桃法師 對於這樣就是若有這樣的心境 是不是就是很適合出家了 當然你這個說法也是很正確 因為人嘛在沒有的時候去追求 追求這個欲望啊滿足啊金錢啊愛情啊 那個時候不會很痛苦 因為你很努力在追求 然後等你得到以後你會更痛苦 為什麼 原來不是你想的 高處不勝寒 因為你擁有錢更多的時候 你失去了更多 這個世界離自己最遠的就是自己的心吧 往外求求越多越痛苦 所以基本上我對那些很有錢的人 地位很高的人 我都覺得很同情 因為他們離自己太遠了 因為他的心就很飄飄了 因為很虛吧 所以當然你會覺得很痛苦 這個就是佛講 世間無常苦空無我 這個世間你去追求什麼 因為釋迦牟利佛已經示範給我們看了 他生了這麼好的家庭 他有三個太太 他有五百個宮女天天陪他玩 他有不一樣時間的皇宮 他爸爸就是要把最好的 唯一的王位交給他 但是他覺得很痛苦 他覺得為什麼很痛苦 因為他看到了老人病人死人 他根本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我擁有在多這些根本的問題 我根本沒辦法解決 所以這個是他的善根 他的善根就是過去是他修好的 他來這個世間是要來幫助眾生 不是來享受的 所以對他來講 享受就是一種痛苦 奉獻才有快樂 所以我想像你這種情況很正常 就是說從沒有到有 然後從有以後會覺得壓力更大 那問題是出家當然好啊 問題你放得下嗎 心裡會很想對啦 就像很多女生 我沒結婚多好 然後老公說好吧 那我去外面找女人 我氣死了我幫你打死 因為那時候你嫉妒心又來了 有你就抱怨 沒有你又哭 也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在這種情況就是說 你自己要坦白問自己 像我大概 你講的那些大概我過去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就是這樣 讀書啊賺錢啊買車子啊 不會開車子也要買一部車子放在那邊 那是我的車子 因為我真的不會開車 但是後來我覺得很痛苦 為什麼很痛苦 後來我看到佛陀傳記 跟地上經 我就決心要出家了 但是出家不是逃避 當然我 我很多朋友 哎呀你這樣是太不負責任了 你的公司怎麼辦 你家庭怎麼辦 我說這個不是不負責任 而是 當然最近幾年呢 他們就不會再反對我 特別我有一個最好的朋友 他跟我絕交 他跟我絕交 這個人太不負責任 因為我們以前在搞建築的 然後他跟我絕交 後來有一次他又跟我回覆 為什麼 我去一個殯儀館註念 然後那邊又 他們告訴我某一個名字 結果我一去 哇 這麼多具 屍體也不知道哪一具 有沒有貼名字 然後 然後我又不敢拿著翻來看 對不對 我哪裡知道 然後我就跟大家說 這樣好了 通通都念 因為他們那天屍體太多 沒辦法擺到殯櫃 通通擺在外面 然後我就這邊很努力念 後來我那個朋友就出現在後面 他說 哇 原來你出家不是懶惰啊 哇 你這麼認真念啊 我說我就不知道哪一句啊 所以我只好通通念啊 但是他就很感動 他認為說你這個 你這個人逃避現實跑去出家 當然對我也有幫助 只是說 像你這種情況我認為啊 過去我們追求的都是以自我為滿足的 所以你會空虛 如果你自己願意多去老人院 多去那些可憐的 特別那些很可憐的人 或事情身上去幫助他 那個時候你會找到快樂 會找到快樂 只是快樂必須要真實的放下 放下 比如說你去那些老人院 那些老女人 那些老爸爸很苦啊 你幫他洗澡啊 幫他餵飯 你早都忘了自己頭髮有沒有梳啊 那個時候你會更快樂 所以你現在還有一點 快樂跟不快樂是 你還有你的執著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執著 所以針對這個執著 你要去找到你的這個點 或執著什麼 然後這位這個道場老師 可以針對你的執著 把你打破到你的執著 因為所有的痛苦都是執著 那你必須把這個執著 把它給斷除掉 那斷除掉不是說不是要有 不要有 你有錢 你有條件 可以把這個條件是拿來奉獻別人 而不是說表現自己 表現自己是一種壓力是痛苦 奉獻別人是一種快樂 這樣而已 所以我想賺錢的人 如果說你賺錢是為了幫助更多可憐的眾生 那你應該好好賺錢 不是說捨棄不要錢 因為像我很喜歡放生 那有錢真好 我可以救很多的命 但是這不是為我自己可以 但是我不能說我不要錢 而是說不執著錢 但好好使用金錢 但是我不想浪費錢 就像我跟李志雄說 不要再睡飯店太貴了 那哪裡擠一擠就OK了 那錢幹嘛 那錢拿來放幾隻蝦子 放幾隻鰻魚 那邊睡那飯店 一個晚上一兩百塊 我心痛啊 對不對 因為我不喜歡排場 我不喜歡太多的應酬 但是我喜歡單純 這是我的個性 但是我喜歡去做好事 我去虎牧區買十包餅乾 哇灑一灑多好 睡一個房間一百塊 我心痛啊 然後師傅你太吝嗇 我說不是吝嗇啊 這個東西因為用在那個地方 跟用在這個地方不一樣 所以我觀念上就像 他們說海濤法師 你這麼出名 你為什麼蓋個大道場 人家都大道場 我說我不用蓋 人家少林寺多好用 偶爾來用一用 人家還不討厭我 但是如果我說 好各位 我們來蓋一個海濤法師慈悲室 你壓力大我壓力更大 乾脆把這個錢用到別的地方 可以啦 當然隨眼嘛 就看自己的想法 想法 所以 你剛剛說要出家 真的嗎 老師呢 如果說 抱歉 有一天我覺得 已經沒有任何一點執著了 那那個時候是不是 那一點都不執著 出家再家有什麼分別 對不對 重點是 之所以出家 是我認為我現在很執著 所以我要毀滅自己 那可以 像我這個人 我是一個公子哥 我這個人天天都在玩 所以我就應該要出家 我師父說你出家 然後他天天叫我掃水溝 對不對 我們是三點半morning call 我跟我說師父我三點半還沒睡呢 他說不行 所以你一定要睡 所以我以前剛出家很苦 很苦 那做早課人家唸得很大聲 我就 我就站著就會昏倒在地上 因為我還在睡 因為我實在是受不了 那是我師父說 怎樣你要逼 你要逼 所以他們找課做完 全部去出坡 我就跑回房間睡到中午再出來 那是因為就是這樣熬過來 因為我認為人就是必須熬過來 熬自己 就是要挑戰自己 要降服自己 所以像你是女生喜歡漂亮 如果你碰到我師父 我師父說 你麻煩你去曬黑一點 麻煩你穿醜一點 然後我師父是很嚴的 所以我在這邊我被訓練得很厲害 但是對我幫助很大 好 謝謝師父 海濤法師好 我既相信佛法 也相信愛情 有沒有臨時出家的場所 想問一下 謝謝 臨時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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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們這次在荷蘭就是辦短期出家 在加拿大也辦 然後12月8號在馬來西亞 國內有嗎 國內本來要辦 但是又怕人太多 所以 所以就 就剛好 現在我們坐飛機出來都沒問題 所以在馬來西亞有辦大部分都國內來的 一半以上吧 馬來西亞那個場地可以裝兩千個人 全都在國外 都在國外 國內是 別人辦我偶爾去 但是我認為 佛陀制定六災日非常好 所以 如果你們願意 像少林寺 那你一個月一天兩天來這邊 掃地啊 念佛 對不對 掃地是修福報 念佛是修智慧 就是說讓自己先離開家裡習慣 不是說一定要出家 就是說佛陀告訴我們說 一個月有六天過獨立的生活 而不是依賴的生活 就像你剛剛講的 我相信佛法又相信愛情 所以愛情不要相信太多 當然相信佛法多一點 你就可以超越愛情 這樣 因為 因為 因為愛情這兩個字 會有壓力 好吧 講到愛情就很刺激吧 這一點是最難的 最難的就是這一點 釋迦牟尼佛最後成佛也是因為超越情 才有成佛 但是愛情實在是太強烈 太強烈 所以這個情跟慈悲它是一念之差而已 如果能夠把愛情轉為慈悲就很快樂 好 還有嗎 好 買了吧 海濤法師你好 我有一個問題我想問 因為我信佛也好多年了 因為我現在也持咒 而且我也念經 而且我也寫經 而且我也寫經書 說實在話 我寫來寫去 我不知道我寫的是什麼 我想問問這個經書 到底它有沒有法力 對有沒有什麼 對人生 寫得非常單調 我都不知道寫的是什麼 為了寫經書還是寫經書 其實挺盲目的 我想 謝謝 我剛剛講的動機很重 比如說我們在超經典 是希望透過超經典的功德 先降伏煩惱 你要有這個想 就像你吃藥 沒有人沒事喜歡吃藥的 對不對 就是因為我哪裡痛 所以我拿藥來吃 那特別超經典 對於精神安定 幫助很大 就是說你在超心經的時候 超普門品的時候 能夠超的不要錯 每一個字 所以我很喜歡超經典 我很喜歡超 特別是經典很重要的法語 當你在超的時候 因為每個字要超得很端正 所以你思維的時間更多 就是說你可以把這個字 表達的意思可以思維的更清楚 因為你在超經典跟在念佛的時候 就是跟這個佛的思想合在一起 然後它就可以加持你 所以超經典跟念經可以修很多福報 可以消業障 這樣 但進一步能夠進一步思維經典的意思 那就可以把根本的煩惱給它斷除掉 一開始只是壓而已 就是說當你在超的時候 念的時候 可以至少那個時候沒痛苦 但是根沒有斷掉 那你必須思維 然後從思維裡面的結果去斷除那個 不應該有的思想 那才會解脫 但是你必須從這個開始做 你必須要從超經典 念經典開始做 那這是基本 一般我們譬如說 我喜歡心經 那我師父就要求我先拜經典 拜一字一拜 或是拿心經來拜 先修福報 然後再來超 然後再來念 然後這些福報居夠了 夜上消了 再來思維它的意義 那思維以後更重要 要回用經典 這個很難 把心經的空性 把地藏王菩薩的慈悲 這種願力 用在你的行為表現上 就是說 修行要改變人格 而不是說 我讀了多少經典 但是那個是很高的階段 在我們叫禪中 禪就是說 你跟法合為一體的 你跟觀音菩薩合為一體的 在密教 叫修本尊 就是說 我念四倍觀音 並不是我念了多少 四倍觀音的遺軌 而是你這個人 身口意態度 就像觀音菩薩一樣 那是最高的階段 但是如果一個人 修遺軌修得很好 然後平常還是很凡夫 那就不相應 就是說他這個遺軌 根本沒有入心 但是你還是必須從 這邊開始做 就像我們剛剛講 供養諸佛 私死 我們還是老實做 供養花 只是說 同樣供養一個花 那你要做很多觀想 對我們幫助會 會大一點 所以 死法型裡面 就有一個 超經典 毒經典 背經典 這個都要 你還是 願意努力去做 這樣 會幫助很大 但是不要求太快 這樣就是說 我現在我抄一抄 我就不要生氣 沒有 就是說 我至少知道我的煩惱在哪裡 然後我透過念佛超經典來 改變我自己 這首先 什麼叫聰明 就是 認識自己缺點的人叫聰明 不認識自己缺點的人叫笨 為什麼 最少你口才再好 你再厲害 你居然不認識自己 那就很痛苦 所以佛陀說 能觀心者究竟解脫 不能觀者究竟沉淪 就是說 你能夠找到你心靈的缺點 我的欲望強 我容易嫉妒 我什麼煩惱 那你一定會解脫的 所以我們透過 念佛 超經典 拜佛都可以 法無高下 千萬不要說 哪一個高哪一個低 沒有的 沒有 他就是說 這個法對你有沒有用 那你修行的方法正不正確 所以我認為最好的方法 因為各位 住在英國 在我們佛教是邊地 就那邊好像 沒什麼佛法叫邊地 邊地就是說 可能各位是來度眾生的吧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 所以有機會還是要多去接近 那些真實在修行的人 他有悲心 他有智慧 而不見得說他出名 如果說他給你抬頭很多 他是什麼什麼什麼 不見得是正確的 我認為修行是這個人 你必須要觀察他一段時間 他真實有修行 他真實 如果是出家人 就不能談錢跟談男女欲望 如果這個出家人 很喜歡談錢跟男女欲望 那你就要遠離二知識 因為他對你沒幫助 他會增加你很多煩惱 好像我錢交的不夠 他就不跟我講話 那就不行了 所以還是要清淨善知識 這樣 好 後面 海濤法師您好 我每天做煙供跟施食 因為我家後面是個很大的墓園 太好了 然後 對 然後我有施食上面的想法 是想說 海濤法師有在說麵、飯、粥 是施食的那個需要具備的嘛 那有時候我在忙孩子的時候 我可能家裡就沒有粥 那我用一杯水七粒米 取代了這樣的麵飯粥 意義是一樣的嗎 可以 那我做煙供的時候 我是在施食之後 我就會接著做煙供 在後院做煙供 然後因為看顧孩子 所以我沒辦法每天都持地藏經 所以我就用手機撥著放在後院了 那這樣跟我自己持的 會差很多嗎 如果這個手機在播的時候 你有一個悲心說 希望他們聽到可以得到那些力量一樣 重點你要有那個悲心 只是說你現在講到小孩子 那你就要特別強調 這個小孩子 他是你很好的對勁 你在照顧你的小孩 也請你照顧那些死亡的小孩 你要以這個同等的心 因為這是你的因緣 你身在照顧小孩 所以你每次做的時候 特別想那些死亡的胎兒 餓死的小孩 然後這樣力量會很大 所以我想利用你現在的境界去修行就可以了 至於麵飯粥跟七顆米 當然啦 對眾生而言 如果加個麵包 他眼睛會真的很大 意思是說 你有那些好東西 他就呼呼呼呼這樣來 但是如果說 雖然我們沒有這麼多好東西 但是我的心強一點 對 觀想 那觀想你悲心強一點 然後力量也會很大 但是最好是兩種都夠 東西也夠 悲心也夠 如果你要達到效果的話 那當然 這兩個是 就像修行 有些人福報很大 但是智慧不開煩惱 就是因為假設作弊 他事實的時候很喜歡擺很多麵包 但是他都不念的 所以他下輩子他福報很大 對不對 但是不要斷了 那有些人是七顆米就好啦 不用太多 但是我很認真 他下輩子智慧很高 但是沒錢 障礙很多 所以站在大乘佛教室 兩個都要 所以當然就盡力了 就是這樣 像我是這樣 比如說我現在在 今天在倫敦少林寺座 我不能燒的 等一下環保局都來 但是我如果燒到環保局一定來 那怎麼辦 所以我就會 打電話給台灣 新加坡馬來西亞 放火 那邊燒很大 對不對 台灣存錢 美國付款 然後就 這個功德並不會離開 所以你在你家裡後面 有時候不能燒很大 或是坐很大 但是萬一你去外面坐 你可以那邊坐大一點 然後再回向這邊 所以佛陀教我們所做的功德 來念一下 無萬場 國際冤共要共功德 國際冤共要共功德 因為李志雄跟我說 從去年我7月2號離開 到現在 他們已經做了4000多場冤共 可能也包括你的 那我們要隨時 然後在英國倫敦少林寺 做了52場大的 他希望 禮拜天大家都來共修 但是我也很擔心 你坐越大鄰居越抗議 但是無論如何 所以就是散巧方便 細水長流 但是不要間斷 像我的習慣是 因為我坐在外面 我根本沒辦法坐 別人的家 酒店 那我就會用煙 今天大概也會送給各位 煙共香 對不對 這是椰子 牛奶的 然後 一根 就可以點兩個鐘頭 但是我會 我習慣就讓它不間斷 不間斷 然後就點一根點 那如果說飯店不能做 那我就會 放水 米在外面 然後 但是至少 保持悲心就好了 那只是說 這個功德 那有些人問我說 那不做煙共可以嗎 也可以 因為佛教善巧方便 各種方法都可以 只是做煙共 就像放生一樣 聞得到 看得到 比較發心這樣 但是對一個已經 已經很習慣觀修的人 他做不做煙共好像就 比較無所謂 但是能夠做就做 但是如果 對一個剛入門的人 他看到我把東西放下去 然後冒煙 嗯這個好 因為為了給信心 所以還是要 只是因為我現在在推這個 並不是我喜歡的 因為這個是 從佛陀的教法裡面出來的 然後在密宗裡面 林華森大師也特別強調 在唐密裡面有 大悲咒 準題咒 都要做這種煙共的 所以 那當然很多 甚至有些法師也不見得會同意 因為法師認為 這個在家不要做 出家做就好 那有些法師認為說 這是 漢傳佛教 不用做這個 藏傳才做的 那我則認為說 對我來講 因為像我是跑外面 跑世界的 南傳 漢傳 藏傳都是佛教 都對眾生有幫助 所以我必須這麼做 我都會跟他們解釋 他說因為 我如果回到漢人的地方 我不見得要做嚴共這樣 但是我如果到 到國外有時候 就會做做 因為特別美國 他們印第安人喜歡冒煙 然後他們就會來 所以 所以 當然我認為 這就是一個方便的說法 但是如果你能夠堅持做最好 但是我還要交代一點 就是說 我們越慈悲 越想幫助對方 你要自己 越守戒律 這樣 為什麼 因為你想要幫助對方 越多 那些障礙就會越來找你 因為他不希望你幫助太多 這樣的意思 所以這個 魔這個意思是說 你不要度我的 你不要搶我的地盤 對不對 那但是 所以為了如此 所以我們自己要持戒 動機要正確 好 再兩個問題 他們說便當來了 是吧 好 請說 我想問一個笨問題 就是 常常都說 不生氣 就是 這樣這樣 還不如不生氣 那麼 就是為什麼不生氣 這麼重要 還有每天 發生很多事 讓人心裡會不平衡 難免會生氣 那麼怎麼才能修到不生氣 好 因為 生氣會讓自己沒辦法成佛 生氣會讓自己所做的 布施慈戒功德等於沒有掉 燒掉 一念稱心起火燒功德裡 生氣會讓我們不想度它 會讓對方怕我們而就捨棄對方 所以經典說 小秤阿羅漢的重點是斷貪心 因為貪心有會讓他輪回 他不敢貪心 但是大秤菩薩道不是為了度自己 因為 本來就是空沒什麼好度的 大秤是 但是對方在輪回 我為了度對方 我不能捨棄對方 如果我生氣 對方就會不跟我學佛 討厭我 所以不能生氣 再來 生氣有種種世間不好的果報 第一個 長得不好看 第二個 口才不好 第三個 沒有福報 第四個 就是沒有朋友 沒有緣分 第五個 死後容易下地獄 稱慧的果報下地獄 貪心的果報做惡鬼道 愚痴的果報做畜生道 因為生氣很容易做很多衝動的事情 所以 當然站在解脫 稱慧心是最大的障礙 站在菩薩道 然後站在解脫道是不能貪心 但是貪心跟稱氣都是來愚痴來的 愚痴就是執著有一個我被欺負 或是我的意見跟你不一樣 所以他就會 就要壓對方 然後就會用生氣 那生氣不出來就會用批評 批評不出來就背後講他壞話 然後就會有種種的煩惱 所以在這一點 所以想要度眾生 然後就像我們出家 我們就希望很多人一起來學佛 所以像我就必須一直改變自己 像我脾氣很不好 我不喜歡笑 我不喜歡跟人家講話 我喜歡下課就唯一個人 不要來找我 這是我的個性 但是 所以 後來我師父說 如果妳要 妳要度對方 所以妳的名字叫海偷 妳就天天那邊海浪偷偷 上不了岸 然後妳要去接觸很多人 不過我也磨磨 我磨到現在二十多年了 然後現在有脾氣 但是放在心裡 我不會講出來 然後習慣了就好 但是我發覺一生氣 所有的壞事都來找妳 所以我不敢 特別因為我在 度這些亡魂 我很喜歡人不好處理 所以 但是這些無形的很好處理 對不對 因為人 妳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也不知道 所以我有一點 妳要修不生氣 要開始勉強自己 不然沒辦法 因為凡事 是練習來的 不是說 我不生氣 然後就不能不生氣 練習很久了 所以一個人會 會比較溫和文雅 真的是磨出來的 沒有天生的 所以有時候我看狗 我的狗 我們人不如狗 狗從來都對他主人生氣了 所以 妳要自己去磨練自己 因為生氣以後 會讓自己精神不安定 會損伏不好 會身體不好 所以要想清楚這些 好 唸一下 南摩不動如來 南摩不動如來 愛生氣要多唸 這個 對 唸不動佛 唸不動佛心咒 或是多想噶馬拔 噶馬拔 沒辦法 因為我跟大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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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到別人有精神又很好 对啊 所以你有结婚 如果有结婚的人 老公碰到 老婆呢 干嘛 那叫自己人 自己人就不用假了 所以你要想 对对对 自己人就随便吧 因为他们很累 你必须在外面应付这么多人 但是这个要修 修到忍 所以佛教的智慧叫忍 叫法忍 法就是那些会让你痛苦的事情 你都能够忍 不起心动 你叫无声法忍 不怕得癌症 不怕生气 不怕被伤害 因为你不这样 没有这个条件 你就没办法度总生 好 下一个问题 没关系 晚上还有时间 好朋友 你好 你好法师 我叫黄勇齐 我想问个问题 就是 那个 有没有注意 可不可以 让我读书聪明 哦不对 好 好 首先为小朋友鼓掌 谢谢他们 你有一个好妈妈 带你学佛 有没有一个咒语 可以让自己读书更好 在印度啊 西藏啊 尼泊尔啊 他们每天学校早上 一定要念 恩阿拉巴扎那地 就是文殊菩萨 一睡醒 第一句话就 恩阿拉巴扎那地 这样 因为就是希望 文殊菩萨 加持 自己 开智慧 那这一点可以 一直念 恩阿拉巴扎那地 那第二个 一个人为什么 读书会好 是 你不能为自己 读书好 再努力 而是说 因为我如果 读书很好 我将来就可以 帮助很多人 所以你一定要 把中文学好 你要把英文学好 把藏文学好 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 帮助很多人 所以 有两个方法 逼自己会 一个就是说 求 文殊菩萨加持 那中国人会拜什么 来念一下 文昌帝君 事实上文昌帝君 也是文殊菩萨的 四线 一样 因为它代表智慧 智慧 那第二个是 我读书 不是为了我考第一名 成绩好 给别人看 而是说 我这样才可以 帮助很多人 就像你看过 大宝宝 他很累了 还要读 韩文 还要读英文 还要读中文 对不对 他被逼的 每一个课程 都逼得很紧 为什么 因为他要成为菩萨 他要 会多国语文 他要做很多事 所以他要逼自己 逼自己 很努力 去学 以前 小时候 有很多 被吊起来打 为什么 因为这个活佛 不想读书了 因为不行 因为你做一个 德波切 或做一个菩萨 你是别人的 世界的 众生的 所以你必须要 学很多 所以我们很羡慕 如果我下辈子 投在一个学佛的妈妈 都好啊 呵呵呵呵 她从小就叫我学佛 要读很多经典 对不对 所以 祝你成功 然后说 捏一下 然后最后还会 没 Schmidt 21iar 长 那你的舌头就会 很厉害 你舌头念佛讲经的时候 读书的时候 它口才会很好 你唸 不将 一睡醒就要念 因为我们人睡醒的时候 舌头是硬的 讲话说 干嘛 代表你在睡觉 不行的 所以我师父每次半夜叫起来 看你舌头有没有很厉害 你不能说还在迷惑 师父现在才两点 不行 你一接电话 就觉得你精神很好 你现在在状态 但是念奥阿拉巴沙那底 就是让你的舌头会 保持在一个很好的状态 甚至像文殊菩萨 有64种声音 他很厉害 奥阿拉巴沙那底 所以那就是 一方面求佛菩萨帮忙 二方面自己也很努力 这样就可以 所以你说佛啊 我天天用奥阿拉巴沙那底 然后你又天天不读书 那也没用 所以佛要帮助你 那你自己也要花很多时间 看书 写字 少看电动玩具 对不对 这样 因为 但是很难 我告诉你 电动玩具那些设计的人 他就是要骗你 他就是要 这样他才会赚钱 所以他们那个吸引力很厉害的 我们那些小和尚 我们以前有40个小和尚 自从有手机以后 通通都回家了 因为自从有手机以后 谁会去拜佛呢 他们就没办法 所以要控制自己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是吧 饭菜来了吗 好吧 开了吗 没有 开了 海涛法师您好 父母是我们生活中 还有修行中特别严厉的对境 想问您一下 就是我父母 因为我自己本身来英国来了十四五年了 然后父母呢 可能每半年就会过来住 住半年 然后他对生活中就是 可能还是以那种 我是你爸妈 你就必须得听我的那种 生活上我觉得可以忍受 可是在生活就是修行上 比如说他们两个不信佛 然后我们如果出来参加法会啊 就是说今天还有之前大宝法王来的法会 我就必须得撒谎 说参加哪儿的party 或者是公司开会 加班这样的才能来 然后就特别痛苦 然后在家的时候呢 比如说早上要烧香拜佛 然后或者出去试食啊什么的 他们就特别看不惯 就觉得 哎呀你怎么这么给我丢脸呢 我们家几几倍倍都没有你这样的人 你还吃素呢 你不要再回国了 就是这种 就觉得特别痛苦 哎呀然后 其实我有时候偷偷摸摸 就是给他们放一些 就是有一些大德的视频 然后想让他们建立一些因果的观念 每次一到跟他们提的时候呢 他们就说 你不要跟我说啊 这都不存在的啊 那个就是因为他们是 五几年出生的啊 在中国就是 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 他们被洗脑洗得比较严重 所以就不承认因果 没说不承认因果嘛 他们承认做好人 但是他们就是 非常不相信 就是有佛菩萨 所以我就特别 生活特别纠结 他们过来就是 因为确实是管我们生活管得 特别严重 比如说我们带小孩 上弟子规的时候啊 教小孩一些什么 或者是 我爸脾气特别不好 我就说你别这样 特别损福报 他就说 我就不喜欢听你说福报 哪来的什么福报 就这样 就是 我觉得特别 我执特别严重 所以就想问一下 那个海涛反尸 就这种状况 我们做儿女的 又不想顶撞他吗 还想孝顺 然后要怎么办 就觉得特别痛苦 好 谢谢你的问题 这里面有一个重点 无论父母怎么样表达 你现在告诉自己 我不能因为这样而起烦恼 纠结 这是一个基本 因为修行 它就是给你境界帮助你 特别佛陀说 要发菩利心最难 就是说 父母最难度 但是你想尽办法 要帮助父母 这是发菩利心最高的祝愿 所以就像我自己来讲 像我出家 我是骗我爸爸 我爸爸说 出什么家 对不对 那我说 那我去日本读博士 那可以 因为他叫我 一定要去读博士 所以我说 我去读博士的 这种骗的方法 但是他不能够理解 但是 我都能够 很平静 因为我认为这是正常的 因为他们的教育 他听到出家 这还得了 对不对 我家里 我爸爸去把族谱都找出来 我们家25代 没有人出家 对不对 然后一直跟我讲这些 但我都不能生气 我不能起烦恼 我认为这个是正常 正常 正常 然后 我不要退转就好了 然后呢 当然 佛讲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是什么都可以改变的 你要相信 什么都可以改变的 所以 只是我们这个改变的 助援 做得好不好 所以首先 为了要让你改变的助援 做得好 你首先不能起烦恼 然后呢 第二个 你在不起烦恼的时候 替你爸爸点灯 点灯供养文殊菩萨 用他们的名字呢 去印经典 他不信英国 你就帮他印英国的经典 就是做自己 他不信什么 你就帮他做什么 然后一直回向给他们 因为我们对父母 为什么叫 中国叫孝顺报恩 就是说 他永远是如此的 但是你 你以这个为助援 因为众生就是父母 众生就是永远不理解你 但是你还要保持微笑 你千万不要显现 因为这个事情是你修行 断烦恼最好的助援 因为我们不能对父母 有这个想法 然后你在这个心态 就会产生效率 然后求佛菩萨加持 所以我们 念观音菩萨 或是你念干嘛八千诺 他一定有力量 所以像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厉害到 严重的躁愈症 你看那个已经没办法了 医生不听他的话 医生都被打 他进去医院跟医生 开什么要开什么要 医生说 那你还干嘛干嘛干嘛 对不对 他就一定要医生听他的 然后他又要去找医生 然后他又有力量 医生又不能惹他 所以到那个情况了 那我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但是我 我永远都不放弃 因为我认为 因为我爸爸这样 或许我跟我爸爸是共业 因为脾气不好 有力量 暴力 我妈妈看到我爸爸都会怕 但是这个就是我 所以我必须要完全的接受他 所以这个是对我爸爸 所以我爸爸在我 前十二年吧 他就改变了一个人 改变一个人 改变一个人 甚至还不住家里的 住我们道场 你看 吃素 不生气 不骂人 不失 就是这样 所以可以改变 像我的师公 真华长老 他的爸爸来寺庙 把他抓回家 跟我还俗 不然我打死你 就是这样 跟我还俗 我打死你 他爸爸因为没饭吃了 叫他儿子 你还俗还俗 赚钱给我用 那真华长老 那也没帮 他都顺 他都顺 后来他爸爸就生病 生病以后 在寺庙 他就是跪在 观音菩萨面前 燃那个 我们三颗三颗 他燃了四个三颗 十二颗 第一个发愿 我爸爸病好起来 第二个发愿 我爸爸 不要拉我还俗 第三个 我爸爸 就是跟我吃素 第四个 我爸爸跟我出家 他真的发愿 然后他爸爸病了 五六天以后 醒过来就变一个人 对啊 所以这个叫佛法不可思议 他爸爸也醒过来 我饿死了 我饿死了 他想完蛋了 饿死了 要吃什么 对不对 他爸爸说 你们里面有树包子 就可以了 你看他改变了 那他问他爸爸为什么 他说 我病得快死了 做梦了 醒过来 饿了要死 饿了要死 那边有出家人在吃饭 我跑过去 我要吃 这你们不能吃 出家人才可以吃 你们不能吃 你出家就可以吃 他出家就出家 这样啊 所以他就这样发愿 他说我出家就出家 坐下来吃 所以儿子没问题了 后来他爸爸就这样出家 所以不可思议 所以正话长大经常拿给我看 像我们都有点在手上 你们可能没点 下回要点我就帮你们点 这个就是我们按照法华经就说 我们人生共佛 回向父母 这样啊 所以在台湾有这个传下来的习惯 就是为父母在 在 在发愿 点灯都可以啦 所以我只是觉得什么方法都可以 不见得说按照这种方法 只是说 还是刚才重点 第一个你绝对要有耐心 不能抱怨 不能纠结 因为这个要先守住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 佛法一定会加持 那你要对佛法有信心 你做什么修行都可以 回向给他们 他总有一天会改变而已 像我出家这几年 我发现那个改变 大得不得了 甚至还有人会托梦去跟他讲 这样啊 然后有些人你跟他讲没用 梦中讲有用 像我爸爸吃素是 我劝他吃素 他不可能 他跟我讲那些 不可能的事情就对 后来有一天他回来说 他找我打电话叫我 你在哪里啊 我说台北 回来回来 我有事跟你讲 我说什么事 我要吃素了 我说你 我去外面运动啊 我那同学说 你的儿子出名了 听说是海涛马斯 是你儿子 你在外面吃肉 太丢你儿子的脸了 所以呢 我回来 我跟你讲 我决定吃素 这样啊 然后把我妈找过来 既然我要吃素 你也要吃素 你吃素 你也煮给我吃啊 因为我爸爸这个人 很爱我们 但是很爱面子 对不对 然后我这么出名 怎么可以丢他的脸 这是他的唯一脸 所以这个叫因缘 他那个同学 就是菩萨视线 在那种因缘 我给他讲 怎么讲他都翻脸 所以 尽力 他是等待因缘成熟 不管什么事情 不是说光度父母 就是说 但是你首先不能起烦恼 然后呢 我按照这样 就像我们生病 你也不要抱怨 这是我的业障 我有 我指我才会怕痛 所以我就忏悔 我去 然后因缘成熟 好了 永远没有再痛 那我就一直很烦恼 我为什么会这样 那不行 所以平常还是要广结善缘 然后祝缘就会加持 好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淘法师红法行程 10月20日星期五 念定光如来 持战处罪四十节 南斗兴君圣诞 小船通月等持如来书胜功德日 山喜与恶行程一千亿倍 上午8点火星期五 上午8点半 上午8点半 板桥碑院讲堂 八官栽戒 点灯 要贡 护生 即甘露试时法会 点灯电话 电话02-2951-0355 78855-78855-03-533-7368 10月22日星期日 小船通月功德日 山喜与恶行程十亿倍 上午8点半 台中五方讲堂 八官栽戒 护生 点灯 供水 要贡 即甘露试时法会 联络电话04-2238-9987 10月24日星期日 小船通月功德日 山喜与恶行程十亿倍 上午8点半 普礼福会禅寺 供送药食金 供万灯 供万水 要贡 即甘露试时法会 联络电话049-2900826 10月26日星期日 小船通月功德日 山喜与恶行程十亿倍 上午8点半 于宁观音讲堂 八官栽戒 护生 点灯 供水 要贡 即甘露试时法会 联络电话05-633-1565 10月27日星期日 第五 念药师流离光如来 持斋除罪三十节 小船通月功德日 山喜与恶行程十亿倍 下午2点 嘉义湘湖公园 久久重阳敬老心灵讲座 联络电话05-225-5888 10月28日星期六 九皇大帝圣诞 宫都大帝圣诞 斗母新君圣诞 天上圣母飞生 灵水夫人李姑千秋 中坛元帅千秋 小船通月 药师如来书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一兆倍 上午8点半 台南势力后甲国民中学 八观栽解 护生 点万灯 供万水 要供 祭慈悲时时法会 联络电话06-213-1112 06-258-9177 07-607-3377 10月29日星期日 小船通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十一倍 上午9点 高雄福城高中活动中心 传授在家菩萨节 护生 点万灯 供万水 祭慈悲时时法会 联络电话07-556-9911 10月31日星期日 小船通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十一倍 晚上七点 屏东中正艺术馆心灵讲座 联络电话08-751-6018 11月3号星期五 念阿弥陀佛 持摘处罪两百节 诸圣夫子圣诞 南昆吴三王爷千秋 小船通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十一倍 下午两点拜 金门文化局心灵讲座 联络电话08-2326-651 11月4号星期六 佛陀应允返回人间日 小船通月 阿弥陀佛书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 一万亿兆备 上午八点半 金门金湖奏合体育馆 八观灾解 联络电话08-2326-651 敬邀十方大德 踊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圣命点是云林观音讲堂 举办八观灾解 护生点灯 供水 药供 祭慈悲事实法会 恭请海涛法师主法 日期10月26号星期四 上午八点半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地址云林县胡伟镇 新南里逐围六十之三号 点到电话 05-633-1565 05-633-1565 上午八点 于董南火车站 备有接驳车 庆祝九九重阳节 生命电视嘉义生命讲堂 举办九九重阳敬老心灵讲座 恭请海涛法师主讲 日期10月27号星期五 下午两点 地点香湖公园 地址 嘉义市西区文化路552号 联络电话 05-225-5888 05-225-5888 地址 让我们心向知灰 从此却无 坚强的脚下 有更宽广的路 你为何有舒适的交通工具 供你奢侈的旅游 同学们有没有出国过 爸爸有没有 寒假我就带你到日本玩 暑假我带你到美国玩 但是有些人有 有些人没有 那你现在叫制造有的原因 为什么呢 来念一下 社会关怀 这是因为你做了有益社会的工作 如造桥修路 所以各位路上有个小洞 你不要走过去就算了 你拿两个石头把那个洞补起来 人家骑脚踏车摩托车就不容易跌倒 这是不是造桥铺路 还有那个蚂蚁啊 地上有一条蚂蚁在吃东西 你赶快保护它 拿椅子在上面 这样让它不会被踏死 好不好啊 我们现在没有钱替人类造桥铺路 替蚂蚁造桥铺路好不好啊 替众生 像同学们 那个鸟没地方住 我去用一个鸟窝 冬天到了它们好冷啊 我有一次在高雄 我们我住的地方那边住一只斑鸟 有一次我看它冬天已经冷了 走走走 然后呢 我就撒食物给它让它吃 然后我就赶快在那边放一个盒子 里面给它放布 隔天早上看 那只斑鸟跑到里面去了 到里面取暖 你快不快乐 那你将来有没有温暖的房子住啊 很简单 然后那些蚂蚁没地方吃东西 我家住的蟑螂啊 我都帮它弄一个小小的窝 东西放在门口 它就免卵造给它打洗啊 对不对 帮蟑螂用一个好窝 有个同学问我说 师父啊不行啊 你养蟑螂 你家通通是蟑螂 会不会 为什么 你对它好 它自然死掉以后 就升天 它会不会投胎在你家做蟑螂 就不会了 你越杀它 它会不会投胎在你家 蟑螂变老鼠 老鼠变老虎 因为你越杀它 它又找你报仇 然后呢 将来投胎做你儿子 好好找你报仇 每天给你打拼 所以各位 生命有轮回的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